故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你现在看到一切相不都是虚妄 过去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 讲到凡所有相叫你不要住于相中 或许我们对这个相这个字 在心里面的体会还是比较陌生 还是比较不能够熟悉 将来行者你慢慢都是在心上体会的 你就会自然而然越来越熟悉 什么叫做相 所以那个相字尤其是中国人 写那个相字写一个木头的木 跟一个眼木的木 这两个字的排列都有表法 木头是建立处 能够到处建立的是木头 但建立当下能生是木头 但就在这个建立能生处 你必须要眼睛现见 能够现见那才是相 所以一定有个法好似建立 然后眼睛有见那是相 这二法合合就是相 那二法合合就是相 那到底是什么是相 如何你能够不住于相 怎么样不住于相 虽然我们常常过去都在解释 眼前的这一些都是相 所以叫你不住于相 但是你仔细思维 眼前的这一些都是相 叫你不住 你用什么方法可以不住 你能够把眼睛盖起来 把心眼关掉 眼睛好把你遮蔽了 但心眼能关得掉吗 你眼睛把那个眼皮盖住 或者是拿种种气物 把你眼睛蒙蔽 那你还是心中能看到相 你会看到什么 一片漆黑黑相在你眼前 你怎么能够不住 你要明白如何不住吗 所以告诉你那个相 是什么 前面不是已经知道是法了吗 而且刚刚跟你讲 解释中国自中的那个排列 那个表象表法 所以你将来知道 那个相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决心必定随缘的当前 他有一个什么 能相跟所相 所以不是让你抓着 感受的末梢那种假想 以他为相 而是你要永远将来 在回头的人 将来要在根本的决心 随缘的最初那个当下 你要体会那个相法的作用 相法是什么 就是决心随缘时 有个能相所相 所以过去我讲过一个辟语 就好像现在世间人 讲的那个相 叫什么 相亲 在家人要结婚时要相亲 相亲是什么意思 相亲不是说 有一个固定的相在你眼前 相亲的目的是告诉你 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对不对眼 那个相在你眼前 你还要看对不对眼 那才叫做相 所以这里的相字 就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将那个感受的 意念的最末梢 那个已然必定 有个形态的呈现是相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最初你心中对不对眼 有没有跟你的眼对不对 那一个相 心中能不能相 所以讲到相亲时常常问那个女孩子或是男孩子 你相中美 相中是能看得到美 所以就如同那个目跟眼目的意思 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什么凡所有相 能相所相 绝心必定能绝 可是在绝食你是不是感觉到就绝心在随缘现出种种绝食 它似乎好像就有一种类似唤起的一种作用叫做像 它能够像一切缘 然后就在这个像中 你似乎就感觉你就马上就随足后面的一些景色 或者一些异想的那些形态的呈现 你抓的又以为是像 那后面那个异想形态的呈现 没有离开过你心中那个能相的作用吧 你没有那个能相的作用 又哪有后面那个异想的形态呈现 所以现代人不懂 以为抓着要离开后面异想的形态的呈现 你以为叫做离相 你心这个能相的那个心不死 你永远也离不了相 那你说我们这个心能相的心要怎么死 所以要是不懂得决心的人 要是不懂得佛门中道理的人 你永远在这个上面 所说的一切语言或者你所谓的下手处 那都叫外道都叫流转 这个像怎么死 这个像就是决心的作用你怎么死 决心作用现前时 仿佛就在决心随缘时 是不是就感觉上决心就感觉到 有一个能相的作用 因为它能够相中一切缘 在相中一切缘时 所以就随着这个像 是不是就起成了后面 随缘所起的一些境界之中的形态呈现呢 那这些都是决心的根本 那是你本来的佛性 本来的佛性正在作用时 就仿佛有这些作用 所以叫虚妄 那你要怎么能够证得虚妄 虚妄不是叫你从此以后不认他叫虚妄 而是什么 而是行者 你要明白决心就是如此 你要知道原来这一切变化 这一切感受仿佛好像有如是能相所向的这一切相中的作用 不过绝名耳 所以知道这个不过绝名耳时 你认其变化 认其好事 现出有能相所向的作用 你心中认其所现 心中都自然泰然 那叫做反书有效 即时许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